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科技有关的各类动态资讯 这个频道还很新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还给予我们更多支持 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今天先来说第一个话题 电子杂志The Wire有一份长篇文章是重点关注斯诺登泄密事件 文章指出正是埃德华·斯诺登泄露的文件对北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或者说斯诺登他是总加速师的总加速师 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外包技术员 他最初的任务是发现并阻止中国对美国政府运作的黑客攻击行为 根据这个长文的描述 在2012年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是不断上升 根据一项研究 到2012年底来自中国的袭击占该类全球攻击活动的40%以上 而斯诺登的工作则是非常出色 也受到了上级的赞许 但随着工作的持续 斯诺登逐渐对美国政府的秘密监控工程感到良心上过不去 接下来就是他开始匿名私下接触媒体记者 在工作了一年之后 他带着相当数量的机密文件逃到了香港 并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对于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的监控行动 那随着这些监控行动的曝光 也让中国政府坐立难安 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些监控行动中 美国的政府有借助私人科技公司 在进行着监控国民的行动 中国政府此时才意识到 依靠着美国科技打造的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 被斯诺登泄密文件 证明或许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访问学者 已经退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 吕金华在这篇斯诺登效应的长文中称 斯诺登公布的文件显示 几乎各大公司都正与美国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 一些公司不是很积极 而一些则是非常的积极 这让中国政府感到坐立难安 尽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不过斯诺登及其他曝光的机密文件 这一整串事件是加速了中国寻求摆脱对外国技术依赖的速度 同时也让中国政府更加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加以警惕 此外斯诺登的行动也让中国政府用更怀疑的态度去审视整个网络空间 自此以后中国政府认为网络不仅是一个会产生冲突的地方 更是一个毫无信任可言的领域 文章写道随着中国的努力由斯诺登引发的转折显而易见 这一方面促进了华为中兴等中国巨头公司与外国脱钩 并且中国还在加大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 并针对对本国国民的数字监控能力 可以说斯诺登泄密事件是极大改变了中国对互联网 中国对本国人民或者是中国对美国乃至对世界 在互联网和数字安全方面的政策 第二个话题则是中国的疫苗 纽约时报一篇名为 中国疫苗之王成功与财富目不下的丑闻与争议 讲述了围绕着中国制药公司的高管杜伟明的争议 杜伟明的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是中国最大的疫苗生产商之一 被称为疫苗之王的杜伟明 则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依靠着这样的成功 杜伟明和他的公司 如今在新冠病毒疫苗生产的全球竞赛中 处于领先的地位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康泰即将成为英国瑞典合资制药巨头 阿斯利康的疫苗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生产商 这两家公司还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疫苗交易商进行合作 这家中国公司也在为其候选疫苗进行着早期实验 纽约时报称 杜伟明丑闻之下的成功 在中国并非例外 而是常态 在中国政府推动建设享誉全球的疫苗公司之际 国家扶持并保护了这个饱受腐败和争议困扰的行业 基于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制药公司 利用财务激励手段去打动薪水 微薄的政府员工 以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查阅法庭的记录显示 近年来有数百名官员被控在涉及疫苗企业的案件中收受贿赂 牵涉其中的企业和高管则很少受到惩罚 监管的薄弱导致了大量不合格疫苗丑闻的发生 虽然政府在每次事故之后都承诺要采取更多措施 整顿行业 但监管机构很少提供关于问题出在哪里的信息 企业往往在道歉或是支付罚款之后毫发无损 而且几乎没有例外的是 他们都被允许继续经营下去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前中国负责人叶雷表示 他认为康泰是中国最顶尖的疫苗企业之一 并补充说他对大多数疫苗企业的生产和技术标准没有意见 同时也是美国疾病控制于预防中心中国办事出负责人的叶雷表示 这些企业中有许多的问题是出在他们的商业行为上 他们都想把产品卖给地方政府 所以必须给回扣 必须行贿 这是中国疫苗生意的致命弱点 而康泰呢 则没有回复纽约时报记者的多次置评的请求 阿斯里康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公司在与任何实体达成协议之前 都进行了妥当和彻底的净值调查 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至关重要 阿斯里康与出色的知名机构合作 在疫情期间不盈利的情况下 确保疫苗广泛而公平的全球可及性 该公司是这么表示的 缺乏透明度再加上可疑的商业行为 是动摇了公众对于中国产疫苗的信心 哪怕他们已经被证明是安全的 但是许多富裕的家庭是避之不及 更愿意选择西方的疫苗 我们来到第三个话题 中国的研究人员说 他们制造出了飞行速度达到16马赫的飞机发动机 这种被称为战力师斜报 红冲压发动机的发动机 能给商业飞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高温气体动力学 重点研究室主任江宗林带领团队 在11月29日在中国航空学报发表了重要论文 论文中提到了他们研究的战力师斜报 这款发动机是对目前高超升速飞行器冲压发动机的最大技术革新 在高超音速的风动试飞中 这款发动机在推力燃油效率和操作稳定性上都展现了空前的性能 这种革命性的发动机利用了高超升速燃烧过程中的爆红效应 则实现了高超音速的推进能够达到音速的16倍 每秒能够飞行5.44公里 研究人员期望凭借着这种发动机能够实现重复使用 而且能超越大气层飞行的飞机 从机场跑道的水平起飞 然后加速进入地球轨道 再返回大气层 最后还在机场降落 中科院力学所的江宗林和他的团队认为 超燃冲压发动机存在着设计缺陷 他们发现超燃冲压发动机达到7马赫 或更高速的时候就几乎不能产生更多推力了 而且燃料消耗过高 超出了商业运营能忍受的成本亵渎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说 江宗林团队是另辟蹊径 开始在美国宇航局1980年发表的一个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 美国大众力学杂志网站刊登的介绍文章说 这个战力式邪报 轰冲压发动机是冲压喷气发动机的一种 这种新型发动机的理论概念形成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 文章作者卡罗林德尔波特 把冲压发动机和现在普遍使用的涡轮喷气发动机 比作表兄弟的关系 当今的许多商业飞机都使用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 而小型的喷气飞机使用的则是涡轮螺旋角发动机 这两种发动机都是涡轮喷气发动机的不同类型 目前的喷气发动机 涡扇和涡奖发动机普遍用于大气层中压音速的各种商业飞行 而冲压发动机经过发展演变成为超燃冲压发动机 能够达到15倍音速的高速 但高速产生的音爆和燃烧对发动机的强度形成了巨大的考验 超燃冲压发动机很难实现其设计的潜力 中国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战力式斜爆红冲压发动机 首次为高超音速飞行带来真正的希望 并更进一步向实现全球旅行和太空旅行迈进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江宗林团队认为他们的战力式斜爆红冲压发动机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堪比1903年莱特兄弟首次驾驶飞机飞行 和1969年协和式超音速客机首次载人飞行 南华早报是引述了一位在上海的超高音速气动研究人员的评论说 中国新型的战力式斜爆红冲压发动机 测试可能已经很早就完成了 因为超高音速具有潜在的军事用途 所以该项目处于高度的保密当中 而中国的这个航空学报的相关文章 肯定是经过了仔细审查以防止发生泄密 我们来到下一个话题 关于TikTok TikTok在美国业务的命名或许即将来到结局 根据华盛顿邮报在美东时间12月4日晚上的报道 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目前没有获得川普政府新的延期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财政部告诉TikTok的高管 他们不会延长截止日期 而字节跳动此前获得了两次延期中 12月4日是最后的一天 现在的情况就是 长达四个多月的熬战可能就要结束了 在8月的时候 川普政府发布要求 TikTok剥离在美业务的行政令 TikTok及其字节跳动 随即陷入了与美国政府漫长的拉锯中 其尝试通过法律诉讼 以及商务的谈判解决危机 字节跳动及其相关利益受损方 已对美国政府发起了至少四次诉讼 与甲骨文沃尔玛的交易 曾获得川普原则上的批准 但其随后又表示了反对 截止到12月4日 一切仍笼罩在不确定中 但TikTok在美国的业务究竟如何 美国财政部的决定 加重了外界的疑问 上述的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财政部是不会延长截止日期 但也表示不会强迫出售 没有计划实施任何措施 没有为交易完成设定新的截止日期 甚至是非正式的日期 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目的或许是给字节跳动一些压力 美国联邦法庭注册律师刘龙珠 在接受凤凰weekly财经采访时表示 没有延期则意味着 12月4日之后 随时都可能是TikTok在美业务的最后期限 随时可以要求TikTok完成剥离 但同时也表示不会强迫出售 很大可能是因为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中 大概率是美国政府为了掌握 更大主动权的谈判技巧 而为了获得美国政府同意 TikTok在11月份提供了一份新的出售方案 根据路透社透露 知情人士表示 新方案提出 字节跳动将在美国成立一家新公司 由甲骨文沃尔玛 及字节跳动美国投资人100%拥有 该公司将负责处理TikTok美国用户数据和内容审核 其余业务将仍由字节跳动控制 这个新方案对于美国政府 对于国家安全的核心诉求考虑的更到位 同时也考虑到了中国政府 关于技术出口限制新规的要求 从解决各方诉求 从而达成交易方案的技术角度来说 如果美国政府对于解决其国家安全担忧 是合理期待的话 则很有希望与美国政府达成一致 跨境并购专家 联合能源集团总法律顾问 副总裁张伟华对于凤凰weekly财经表示 他对该方案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但在TikTok交易的靴子落地之前 变数仍有可能发生 而美国财政部12月4日自相矛盾的这个决定 或许也是把TikTok送入决定命运 最后也最艰难的一战 好了今天华尔街科技的闲聊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确实也说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